还会台风来袭 台中市距离停班停课标准差一级 但是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 考虑区域联动一致性 不愿让市民冒险 宣布4号停班停课一天 而这也是台中睽違7年的台风假 不少人涌入KTV夜场 包厢都被订光光 百货公司营业 包括了大远版 星光三月等百货公司附近的路段 全部都塞爆 交通大乱 台中睽違7年的台风假 民众叙事待发 百货公司开门营业 周围交通大乱 星光三月大远百路段 涌现车潮 一台接一台 比假日还要塞 新开的啦啦po 也有排队车龙 现场看 还有人包游览车来 镜头转到搜狗 不说还以为这一排 都是路边停车 大家都要去逛百货 吃喝玩乐全搞定 还能看场电影 就很久没放的感觉 就还不错 因为小朋友 赚大他们应该比较开心 也有人说台风天不唱歌要干嘛 因为台风假所以才来唱歌的 结果好像没什么雨 结果啊没有 因为刚好停满停课 所以我们就跑来唱歌 一听说放台风假 民众手刀冲来订包厢 唱通宵 这家大型连锁 KTV瞬间涌入夜唱人潮 五家店的包厢都被订光光 柜台接电话接到手软 据说4号一整天到晚上 包厢都是满的 电话就开始响 大概9点多那边 那现场的客人 大概就是多了两成左右 其实中央预测台中平均风力6级 阵风9级 距离停班课标准差一级 卢秀燕考虑区域联动一致性 不愿让市民冒险 3号晚上提早宣布停班课 脸书狂吸3万多个赞 市民永路说 谢谢卢妈妈 艳艳今晚大增粉 难得的台风架又无风无雨 民众大喊 市长我爱你 记者中部中文报道